我觉得我男朋友配不上我 所以我想跟他分手 说才能让他容易接受一点 我这个人比较自私自利 特别现实 所以想跟他分手 其实我和我男朋友 感情一直挺好的 其实之前毕业的时候 我一直想考编制 想考事业编制 然后没有工作 他一直在给我提供经济帮助 平时感情也很好 对我也特别好 但是我感觉他的工资不算高 有的时候还不稳定 我这个人比较自私自利 特别现实 所以想跟他分手 你不要讲得这么直接 我希望能和一个 工作比较安慰 经济实力比较好的人结婚 也是对他好吧 长痛不如短痛 早点分手的话 对他来说更好 以后找一个比较好的女孩子 过下去 你们在一起几年 在一起四年多了 其实我也不是没有良知 我对他也是有感情的 如果说你没有考上 事业编制的话 你们俩是不是 还有可能继续在一起 说实话的话 我感觉我可能还会和他在一起 因为他是一个暖男 对我特别好 我也平时在单位吧 就是很多单位的同事 也会给我介绍一些 草店家庭都不错的人 所以我现在的想法 就是甩掉我男朋友 我这个人感觉 就是比较狠心 自私自利 我感觉的话 人不为己 天诸地面 分手要跟他提一下 但是你要跟他讲好 你该这个钱 该给他给他 大概花了多少钱呀 四年期间 得有个 得有五六万吧 因为平时 其实我也不是没有良心的人 我感觉吧 在这段感情中 双方都付出了真感情 我一开始 也是奔着结婚去的 钱吧 我也可以还给他一部分 因为做人也要讲良心嘛 你觉得你跟他分手了 有没有一点可惜啊 有没有一点可惜呢 可惜是有一点的 但是我感觉 我俩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这个思想啦 什么消费水平以后 也不会在一条线上 并且他的生活方式 不是我想要的 工作不稳定 收入也不稳定 每天都比较辛苦 所以我感觉 也就那啥吧 反正就是他这个人 没有什么上进心 对你好是对你好 但是我就是看不上这种人 那不是啊 你听我说 你男朋友没有变 是你变了 你的男朋友没有进步 你进步了 所以通过这个案例啊 通过社会 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事 那你现在有没有 跟别人在谈恋啊 没有 但是我同事吧 给我介绍了一个男孩子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先和我男朋友分手 以后再说吧 可能会和那个男孩子 接触一下吧